跨着 Ochs 好!下一站阿智休閒釣魚池 哈喽甘場啦 太緊湊了,來高雄才兩天半 有好多地方要去喔 加油加油加油 剛剛早上去福安 下午趕場 來阿治在附近而已 現在到了這個 又到了一個新的釣場 剛泡了一些幼兒 幼兒呢就是大家常在講的 Essa 但是為什麼幼兒叫做Essa呢 好像是從日文翻過來的 就這個幼兒的東西日文叫Essa 現在就來 聊聊這個幼兒好了 就我們一般到池塘邊呢 選好位置以後 要打幼兒 打幼兒 大概幾個方式 我知道的啦 我知道的大概有幾個方式 那其中一個呢 一坨 幼兒 弄點水 把它弄成一坨 那你看你要釣哪個位置 就把它丟過去 待會就是浮標 我們的釣點 浮標的點就在那個位置 那除了 用手丟呢 因為在有一些 漁池 它是 不希望客人用手丟 一丟丟一大堆 引起 污染水質的後遺症 但不用手丟還是要釣魚怎麼辦 把幼兒呢 包在這個 八字環上面 因為它有水 所以它也是可以 結成一坨 泡到你要釣的那個位置去 你可以選擇 一丟過去 讓它在 水面就開始 幼魚 那也可以選擇它在 看你的浮標 快站起來的時候 或站到一半的時候 再把這個幼兒拉掉 這樣子呢 其實都是在幼魚 只是說它在目的上 會有一些不一樣 除了這兩種幼魚的方式呢 還有 我所知的還有一種 那它也可以是 直接 你把這個例子 就 撒出去 這樣子也是一種幼魚的方式 以上我所知道的 幼魚的方式呢 大概就 這幾種 透過你的耳的 霧化啦 用你的耳的 風化的效果 去幼魚 那當然也都可以 達到幼魚的效果 小明當然就是 以我所知的幾個 幼魚的方法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 釣油前輩們呢 還有一些 其他的幼魚的方法 那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剛剛有 在幼過魚的那個點 我們 拋一耳試看看 看看魚有沒有已經 引幼過來 釣到了 一隻無鍋魚 我 為主 撒出去 ues 你做什麼事? 我不是吃了嗎? 我不是吃了嗎? 不好意思打擾你看影片了喔 好,現在是4月11號 凌晨2點半 剛剛小明還在整理這一趟去高雄玩的影片 那看到了那個畫面呢 大概是10點多吧 小明就在自己的FB 那Po文請教一下 釣友前輩們呢 這個訊號發生的原因 有可能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那也非常非常感謝 很多好朋友釣魚前輩 那也非常快速的呢 就把自己的經驗都 不常識的來提供給大家知道 像這樣子的訊號 大概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就讓我們一邊來看一下 前輩們的回覆 希望這些回覆可以讓 有在看影片的朋友呢 可以有一些 經驗的吸收 那下次你釣魚的時候 如果看到這樣的訊號 那你會選擇開看看呢 還是再等看看 那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釣友前輩們的回覆 阿智有魚草 回到的而已 讓我來巴吉他 A線居多 謝謝鬼方師 後面的魚去推 前面的魚去托 碰線害他 是說魚要去害別的魚就對了 重點是沒有魚 重點是魚沒被發到 所以會碰槍 有師傅 有師傅說等第二個訊號 頓點再開槍 阿龍哥 阿龍哥說是味道 好深奧 阿龍哥講話總是深奧 巴黎阿龍 深奧 有可能鱿魚在炒 飆上拉兩木 吊頓一點試試 我覺得是碰線吧 有蠻多釣友前輩都是說 應該是A線啦 碰線 就是說魚去碰到線 但是沒有 不是在刺耳 可能尾巴掃到啦 還是身體弄到線這樣 A線 但是我也一定會開槍 阿信 北克大最會釣的阿信 這種號我怎麼忍得住呢 阿龍哥 這麼漂亮的號不打 除非是消防器 劉師傅說那是自然反應 所以總結來說大概 釣友前輩們呢 就是說 這個 這樣的訊號 並不是魚 舊耳的訊號 大概都是一些 這個 撞線阿 A線阿 好 那希望 看影片的朋友 能夠有一些收穫囉 阿龍 阿龍 下巴 翁翁翁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魚好不好 這裡的 這裡的福壽魚 在那邊 有些收穫 Jag女的 甥 來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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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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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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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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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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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對啊 衝欸 哇 尾棒這個好毛喔 欸 泰國蝦來了 泰國蝦 泰國蝦 無收開 跟調花廠一樣嗎 欸 放掉了 還是那樣就可以打 應該是那樣就可以打 槓桶我泰國蝦 我覺得前面那邊很熱鬧 喔 這下是你現脫狗了 你看 你懂嗎 他就通過去了 不要抖不要抖不要抖 他就是 你看好像跨過去變接狗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 黃昏了 快六點 今天這一次釣的還算 蠻好玩 拿去問問老闆娘 消費方式好了 老闆娘 請問一下 消費方式啊 營業時間啊 實力的運動 牆壁 牆壁 有沒有控說明一下 我們沒有算時間啦 就是下竿150 下竿150 對 就一竿就是一竿 因為我 我今天有看到 有釣有釣到泰國蝦 你們辭職 泰國蝦是什麼概念 他等於是我們的清道鋪啦 順便幫我們清一下麵吃力的 喔 一天150嗎 對 然後每個人有送 一斤 一斤魚 一斤是多少錢 六十啊 大隻的一斤八隻 怎樣算大斤 一斤以上 怎樣算大斤 怎樣算大斤 五斤以上的一斤八隻 你說最大 最大的福壽魚放到 十一斤 十一斤 你最推薦 拿手塞 所以就是賣一個 你說魚的話就 烤魚的話 就點烤魚跟紅燒 對 那幾家炒菜的部分 炒菜喔 然後就鳥佛 鳥佛是什麼 香檳鳥的那個 那個 鳥佛香檳鳥 是喔 那他就收了 那我們也要來收了 掰掰 我又回來了 剛剛收到一半的時候 跟老闆娘聊天 老闆娘才說 整個池子 最深的地方在 進來池子的鏡頭 這個位置呢 是池子最深的地方 老闆娘說 大魚 就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大魚就在 路口進來以後 走到最裡面 十一斤的就在那邊 好 這是剛剛收的時候 老闆娘偷偷跟我們講 好繼續收 再會 現在9點 一小時釣幾隻 25隻啊 釣魚樂園 挑戰 五分鐘內 看可以種幾隻魚 這些 吃主就叫火鍋給你們吃這樣 吃湯裡面 看不見 一會兒 這幾天 吃湯 targeted